男权妈妈出道19年来 经历了五代成员 其中二代成员Lara 张杰 宇豪 今年久违合体回归 并于8月在中国展开巡回演出 不过由元老成员弹头领军的第五代男权妈妈 正好也在中国展开巡演 两组男权妈妈同时开唱 有些长次的时间地点也很接近 导致有个民被混淆 直到迪达演出现场才惊觉买错票了 有网友发文透露 本来想去看二代成员的演出 却不小心买错了 买到五代成员的演唱会门票 但还是决定到场看演出 结果成员们不仅迟到 蛋头也因为不时提到好友周杰伦 而被批评是在蹭热度 让原po直言大师所望 事实上宇豪在7月就曾发文 提醒更名们不要买错票 而五代成员陈宇杰也发文直言 现在网络资讯发达 难道不应该先确认好再买票吗 对于外界的批评感很无奈